非常强 对 肉个却谱两大 两个阻力 两个阻力已经上来了 今天凯茨 Gaming第一场对GP整个排阵 我们看Solar对阵的是Prinse 然后是Innovation要对阵的是GoGoJoy 然后Time要对阵的是Bomber 没想到Bomber又来了 而且他好像是打进那个JESO了 你说的没错 Bomber应该还是苦恋战型 不然的话他JESO应该打不进去的 但现在JESO的这个 嘴平的确没有以前强啊 但是能打进JESO S几 说明还可以至少 肯定不弱 第一场啊 我们看一下Solar要对阵这个 Prinse啊 这一场其实还挺关键的 没太多的机会啊 Prinse放大招的 我跟你说 乱来的就属于这种 他乱来到了 你还真不好说 你要说乱来到了 那这个东西 Prinse是经常乱来到的呀 如果把这个Prinse换成 换成那个胖头头还有点机会 没胖头头哪有Prinse强啊 Prinse比Prinse强多了呀 你在想什么呢 我就怕我就怕他定位不清晰啊 哎呀他定位很清晰的 他也是个放大招的 胖头头绝对没有Prinse强 Prinse有6400多分 然后胖头头才5600分 快快差了1000分了好不好 这个排阵其实 凯治 凯治 Gaming就算第一场打成1比1 其实后面两场也基本上 我赢的 基本上 吕布2比0是没有任何权点的 对 好了第一场啊 Prinse PS这个美颜拉满啊 拉得太满了 瘦脸大眼磨皮 反而那个比较真实 也缩拉 缩拉真实多了 缩拉这个 这Prinse这个绝对是瘦脸 绝对是瘦脸大眼磨皮 对吧 拉满 十级 普林斯也算是现在韩国冒出来的一个小象嘛 但是成绩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成绩 对 这你说他小将的话 其实他从 他也很早还是打直 说一直没打出来而已 没打出来这件事情 就没什么好说了 没打出来的人多了 拉老师啊 是不是 在韩国没打出来 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因为没几个人打出来 不过他也是通过自己努力啊 也是在GSL第三赛季是打到了S级 对 总的来说的话 其实自民选手还是挺努力的 第一张地图死亡光环 一张非常大的地图 嗯这张图对神主来说是可以猥琐的 对这个图其实我不太喜欢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图重足的房子没法停 重足房子为什么没法停啊 你听到哪里啊 听到出门那个地方啊 出门那个地方没有高台啊 有的呀 下坡那个地方 哦下坡那个地方是吧 他下坡那个地方不是有个高台吗 有点远 喂他凡出门也从那个地方出 我的房子停在那边 我还是有意无意的要去侦查一下 你别动就好了 你放那里就完了呀 下高台那里不是有房子停吗 你看这种不是都有高台吗 有有有的 对吧 我觉得他门口没有高台 哎 你这不要得寸进尺好吗 有高台给你停不错了 看今天普林斯放什么战术了 上次他打那个嘎姐 其实两盘战术都放出来了 他的意识运营和爆兵还不错 要不然也打不到六千四百多分 人家能够进S级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对啊 就大家可能觉得他的操作是有点弱 这普林斯操作极弱 但我你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不看不看好他 因为在我心目中啊 SOLA肯定要比嘎姐强 对不对 啊那是 那那是 就就打那相对来说的话 打普林斯那是不是轻松多了吗 但SOLA智力很低啊 哎呀 我 哎呀 我这么跟你说 我智力那么高 你看我打冒神 还不是被他玩爆 不不不 你这个属于 什么兵都爆不出来的 这不一样的 这他们两个至少是兵还是爆得出来的 对不对吗 你这个 为什么拿自己举例呢 你们可以叫我 你们可以叫我 我是你们躺在 躺在那个ICU里面的陆讯 哈哈哈哈哈哈 阿克基 哈哈哈哈 这边一直盯着啊 看你没有第一时间 赚那个 赚那个 赚9个月 那就肯定是VS开了 黄哥不一样 黄哥是 黄哥 黄哥那个 也有 有智力 也有实力 但是他 我没有智力 我只有 只有暴斌 但是你找错了对手 就知道吗 我只有暴斌运赢 攀奉上来去挑战 华雄 然后被 被马克上来 就被斩了 我觉得 我觉得你 你 泰斯 其实有点过了 我觉得你应该是 稳丑 马克上来去挑战 关羽 然后被关羽斩了 他们说 说智力高的 说自己智力高的一般 就是智力不咋的 猫 梁史图 我飘一下 然后你看 虚空走起来 现在这个体系里 虚空也没什么问题 你现在就摸不清楚 我走虚空是啥意思 对吧 对 不知道你到底叫猥琐 还是说你要 你就是一个虚空 过来看三框 因为虚空看三框 其实也相对来 是蛮靠谱的 虚空VC 他的操作 其实 这个普林斯操作 其实是 属于那种 应该手不快的选手 所以他经常会忘记很多东西 你感觉就很慢 但是他的意识相当好 各种照啊 在跟大家说 送礼物的兄弟们啊 这个我们要等比赛结束了 才能感谢你们 感谢这个兄弟礼物啊 现在不能说 比赛结束了 我们再来感谢 这边是VCVR 只出了一个虚空外面 扫一下房子 就直接VCVR了 对 就是他前期就放弃了去骚扰 因为他可能觉得 收纳防守也比较好 你出这个先知的话 这个概念 什么虚空闪烁 是什么东西啊 他要打一波吗 他闪烁肯定要打一波 又开三框了 又开三框了 我开三框 只开给你看的呀 那你告诉我 闪烁那么早好干嘛 这是个看不懂的套路啊 应该是要打一波 应该是邵兵带虚空出去清军台 不是邵兵 是那个OB带虚空出去清军台 反正面你也穿不进来 SOLA各种在侦查 现在感觉好像 好像 好像还是正确的 你听到敏了呀 一波了呀 三框折开给你看的 他升这个闪烁啥意思吗 他布林克一波啊 那他出哨兵干嘛呢 哨兵 待会放那个 借王拳啊 哈哈 他冷静出去了呀 装的哨兵 去封家刷布林克啊 让布林克 对呀 那他 把家里面再 把家里面再转巨像啊 不是他那他这个布林克出来干嘛 我就问一下 那布林克我只是为了去 邵兵封矿啊 啊 沙兵封啦 直接投一传狗进家 这都防了呀这波 我怎么感觉 搞来搞去感觉 打SOLA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感觉也没什么用啊 这波狗进去要打轮接受了 F2回来了吗 回去了 回去了 他狗进家了 随便刷点冰房吧 我估计SOLA也挺迷茫的 诶怎么有闪烁啊 F2回来救一下啊 不急 F2 你别管 你别管 现在 说自爆球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2VR抱自爆球了 你看得懂这个认数 3VR好吗 3VR自爆球走起 这什么打法吗 看不懂就对了 因为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口还堵死啊 你也别小开他 他就这样他都能打到6400 真别小看他 自爆球好像是出不去 出得去吧 追列都出得去 为什么自爆球出不去 不好意思 你真以为自爆球圆 圆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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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出不去了呢 挤都要挤出去 这招就是船中的自在挤一弓 无招胜有招 3VR爆不去 真3VR爆自爆球 爆自爆球 叽叽啊 叽叽啊 就他们没想过 SOLA会出飞 飞龙出来这个时候 家里面逛一圈就已经结束了 对啊 赌啊 这个没错的 赌啊 我赌你不出飞了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弹 哈哈哈哈 他都这样的呀 我靠 我只要不给SOLA压力 SOLA就会出地面忙我 他是思考过的对吧 我只要不给SOLA压力 SOLA绝对会来忙我的 待会自爆球炸好一点 SOLA说不定被炸死了 自爆球太多了 是的 他这个战术太飘移了 咬这个又得咬了 等你咬完 我差不多插也刷出来了 咬完也打不了 对啊 我插在地宝肯定守得住的呀 他怎么又F2 真的有点多了 这自爆球 几个自爆球吗 7个 对啊 无限自爆球了拿 你能拉 怎么能拉两个 随便拉 我看你有没有那么多 随便拉啊 我上来看到有第四 我就慢慢砸上去 下面这个地方 我就刷地宝就好了呀 有地 好自爆球来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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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点就浪费点 没关系 有 就是多啊 诶 躲的还可以啊 走啦 现在你妈的 换个位置啊 换个位置啊 换个位置打 他只要卡住一个位置 SOLA就很麻烦 对 你看他其实爆兵真的不是很弱 蛮强的 这个人爆兵都160多人口了 SOLA就换家去了 三鱼啊 爆不朽 反正出第四的 对啊 我开了换我 反正我也不管 我这妈的有啥 直接你妈屏蔽 屏蔽你飞龙就好了 哇靠 这个 哇靠 你他妈是多是吧 回个层吧 这个地方 这个要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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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被截了 被截了 他反应很慢的 他操作反应很慢的 自暴球 这也炸的不好呀 这自暴球 他就是操作不行呀 把这个框打掉就着重了 这个框打掉 这个框应该打不得 追的往上跳啊 哦呦 索拉你 哇靠 这个 你拉你拉你拉 拉完了 你拉两个 对啊你拉呀 你拉呀 这波大很内伤好吗 这个是 再重两个就没了 索拉 那么多不朽 他有没有OP吗 有有有 上面有OP 有OP 哎 哎 关关键是 这有个虚空在上面哦 虚空也可以戳呀 索拉打不进去 索拉很密码 索拉是完全被冰总克了 我跟你说 这个普林斯真的就是 操作不是特别好 对 他的这种打法意识很飘逸的 闪电 你出刺蛇 你出刺蛇第一次 我就转闪电去了 那么多 你出好了 一会儿你打得过 成群的不朽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黄哥 这个有了射程 有了速满之后 在 在这个突破零 只要有射程突破零界点 不朽也得死 不是他带他带自爆球的呀 不朽带自爆球的 不是很怕你这个呀 你看看吧 有点多 你看看 我说他一会儿闪电来了把你的反馈了才搞笑 我靠 我 漂亮 漂亮 哎呦呦呦没炸出来 这两个拉得漂亮啊 很险很险 这个要没拉出来什么人没了 没有自爆球了没有自爆球 这个说自爆球要比不小有用啊 自爆球被拉光了再这样下去 还有没有自爆球吗 没了这打不过这个 说了直接墙上吗 不小不小 我靠他退一步 好开开核电站 退不是对 退不是对的 他要等他要等 等自爆球过来应该是 家里面应该再去自爆球 这时候后面应该应该要不插去 绕不动啊 就说了就从正面突破的 还有那么多 要自爆球 要自爆球 他还在不朽不朽 他全部不朽吗 他唇不朽了 他头也铁了 这个自爆球大家多爽啊 对啊 这自爆球守着多舒服啊 那为什么要出自 是纯不朽的 不朽也很一钢 钢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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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但是你这个钢 你打这种成群第四还是很伤吧 哇靠 他干嘛从脸上躺出去 我不信啊 对突破临界点这个就很难说 你要么后面还配着闪电什么的才行 输了输了输了 不行不行 这打法还可以 打法还可以 就是操作什么的跟不上 没有压迫感 苏拉后续的暴兵 暴兵非常猛 其实普林斯在第一波挡住苏拉进攻之后 他是很有机会的 他人口也起来了 但是 暴 暴不朽这个选择来说的话 真的有问题 你暴不朽你就要带闪电带白球 对吧 因为你你你你存的不穷 你是打打不过刺刺狗带地刺的 而且在路口你怎么打吧 对 你展开个弧形你是可以打的 但这个打法呢 有点有点自己的东西 这个选手 一年内是打不出来的 不他以后也打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操作绝对打不出来 那么慢的反应 这老年人好不好 哼 我我我也不知道这个 这个选手到底是多大啊 应该年纪也不小了 玩意识的反正是个 好 永恒帝国 第二张图永恒帝国也是比较好守的一张图 我看看这普林斯多大啊 都没标过他年纪 不大多大 反正应该不大 对他职业生涯一共拿了三千四百美金 正 然后今年他就拿了两千七百美金 也就是说他前几年只拿了七百美金 但是他好像是他在他之前也从来没有加过队 不知道多大这个人 你不要说的那么惨好不好 真不知道多大 他第一次但他第一次打比赛是16年开始打的比赛 那肯定年纪也不小了呀 对吧 看这场啊第二场 说了只要稳定发挥把冰爆出来 这个普林斯就应该打不过 普林斯呢这名选手呢 按照黄哥的说法是以后也打不出来 打不出来 这反应太慢了 我觉得应该也打不出来了 这么看来的话大鸟的决定是对的呀 什么对的 二换一三换一 大鸟学金融的好吗 你真以为大鸟算不来账的 大鸟是个大鸟对他们有某的感情 关键换换换了一个比较靠谱的 是的呀 大鸟学金融出身的有某的感情 那你觉得他他会亏吗 我也亏 我这个是实话 这是阿依萨还能这样卡吗 诶 骗一下啊这是骗一下 假装修地宝 好说了还是有点去怎么调防一手 普林斯的总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操作的不够很不是很细 战术居然很丰富 很慢他操作你知道吗 但是他的操作有可能就是因为前去可能前期会占点优势 但是就战术会占点优势 但是后面操作还是会还回来的 对就很慢他的动作 归宿啊 因为其实其实比如说冒神嘛 已经算职业选手里面操作算比较慢的那种了 啊 这个普林斯比冒神还要慢慢慢一个这个声位 那他能打到6400分 那他就是战术好呀 我跟你说就是战术意识好 他的正面的这个操作反应比冒神还要慢一个声位 你想想想 对不对吗 冒神已经算正面操作算比较慢的选手 鸟哥啊鸟哥操作没有冒神慢 鸟哥只是年纪大了 从反应程度上来看 冒神应该要比他们的要慢一点 就我觉得任何的任何的这个 就竞技体育的这种项目嘛 其实手快这一件事也很重要 手快反应快就天赋呀 对啊 李培南不就手快反应快吗 是不是嘛 你如果手你手手慢 你手慢反应慢 不是说打不出来 对不对 但你就像足球里面 你就上来就等于身体没别人好 很难能够成为就是最顶尖的选手 这个这个你有可能成为一个一线打得还不错的选手 但是你你说你要成为这个当事球王 那这个好像还是有点难 这种东西就是好比你打篮球你身高不行那那你这个天生的也是 没法弥补的 不是身高不行跑的也不快 对吧跳的也不高 当然你就是说你最后你你投篮无比准你你像库里一样那那也可以 库里有那么猛吧 不 不 算了我们不聊篮球啊好不好 哈 我不等啊我不等 打得还行啊 又是虚空开 又是虚空开 双S 好了来了 马克他他难道要虚空暴虚空 他就是玩战术的呀我跟你说了他一直玩战术 哎说了二本好了他肯定会派一个眼就眼虫去侦查的呀 你侦查好了 我有我的变化 两VS虚空走完直接转两航母 哎真的很厉害这个战术 真的很厉害那个转两个航母然后再转回去虚空 再转回虚空 是的呀他看你出什么呀 然后他在他在决定他转什么 然后就分坑就可以走起了 现在这儿出了两架虚空给SOLA的感觉是你是不是在暴虚空 对呀我就是在暴虚空你怎么办嘛 其实打虚空我跟大家说他大家还是选择用刺舌打比较好一点 不要想用腐化打腐化打就是填海 三VS虚空啊 飞龙也不靠谱 因为飞龙的话是下面只要有一个一两个白球你就你就死了 这他裸爆虚空啊这盘 这啥意思啊你不会真爆飞龙吧 跟SOLA拼智力啊 这个飞龙塔下去 他我告诉你可能收了感觉你是两虚空开矿之后转航母 对呀然后他暗不腐化呢 暗腐化呀肯定暗腐化呀这个 我等一下你冰都没有的对不对 他转航母这个时候你应该看得到航母了呀 各种躲我靠 他各种躲 你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看得到航母了 我眼虫飞个进去看一下呀我靠 不是你飞不飞这个时候你这帮狗跑 你都看得到 他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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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房子看到看到看到 眼虫飞飞进去看了 好了怎么应对 怎么应对如何是好三框要没了 这虚空出去拆四框拆四框 三框应该拆不掉吧 哦还有那么多 对吧拆四框想 但也拆不掉这个四框 什么啊 这啥意思啊 什么啊 这啥意思啊 拉错了这什么意思啊 这这能听吗 不是 什么 女王不是防一切吗 我靠你这搞笑了 我靠你这怎么听的 而且他刚才拉错了 你发现没有 对啊 哇靠这个操作 那把人的这个Г奖 菱拉进去看3vs这啥东西啊 菱拉出 出飞龙 这感觉咬穿的呀这咬得咬了一下 飞龙真的不是好的选择 你这种孵飞龙的 别人 别人只要侦察到之后 直接转直凤凰就好了 好了 出航母了 飞龙而且打航母也打不动 转了一波腐化 你这腐化打不过虚空的呀 哎 妈智力真的是硬 虚空开始出身加速了 飞龙进去 先烧一波境界 这普林斯也没防 哎呦 这普林斯 我感觉打得还没迈克赛的好啊 这个战术 他没防是正常的 飞龙没有输出的呀 输出很少的呀 这点飞龙 但是也洗了一波农民啊 农民你没办法 你肯定要让他洗的 你现在加速也没有 被追不到飞龙 强行洗了十几个紫肥 十五个农民 真的打的没有迈克赛的这个 粪坑流好 哎 地宝也没有 要被 对呀 真的打的没有迈克赛的好呀 不是 这种土壁战术是不可能已经重组的 还有 我告诉你 多拉也是个弱者 为什么 何出此言呢 他这个组合我告诉你 待会儿可能能打赢 打正面能打赢 但是打赢之后自己很伤 他这个绝逼是弱智组合 哎呦啊 还好呀 飞龙做肉呀 多多多多多多多 而且他开了这个了呀 直接强强吃脸的呀 多多就好 赢的呀 说了 他肯定能打赢呀 我知道他这个他这个组合能打赢 但打赢也很商量 你自己看吧 这浮夸死了多少 没关系啊 下面打出来的呀 他下面地宝也没有 这个炮台也没有 啥都没有 这这普林斯打的啥呀 这个粪坑流打成你这样 真是丢赢 算了 算了 不 这个粪坑流真的打的太弱了 真的 算了 还是要让赛德老师来教你怎么耍粪坑 是不是吧 这航母和腐化在拼 这就是普林斯吗 6400分韩服 老师妈绝对想不到 还不让胖头头来打 胖头头说不定还把所有弄死一排 是的 我开赛前我就跟你说 胖头头要比普林斯要泡谱啊 我把他这粪坑流打成他这样 真的是粪坑流都丢 脸都丢光了 哎 我告诉你 他明显就没准备过 那个胖头头准备过的呀 这个必须要麦克尔赛德给他好好上一课 这个就主要没准备过 他岂是要这么玩 他就应该两 虚空跳完就直接两个S跳个航母 跳完航母之后你看对方出什么 因为一般你出了航母 对方就不会出飞龙了 对啊 对吧 对方就没东西转 你到底是转地面还是转天空 都跟着你来了 飞龙打航母不凶的主要是 飞龙打航母上去就没了好不好 是 打都打不动飞龙打航母 但我觉得SOLA可能打赛德老师可能会比较吃力 因为他感觉打分坑流也不是很强 只会傻冲的那种 哎呀 SOLA你不要说了 SOLA也是个受害者 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场卫星对GoGoJoy这场感觉 悬念不大呀 我这场我觉得GoGoJoy只要能发挥出自己的实力就好了 没有人会对他抱有任何的希望 赢这件事情是没想过的 赢不可能的 你说的也没啥错 我也没想过 GoGoJoy在韩服估计也就5800 5900的样子 怎么可能去赢个7000分的人主 你说的也没错 他们实力至少有1000分的差距 这个差距太大了 凯子今天 大杀四方啊感觉 可能要6比0很少对手啊 最近李培南也是韩国选手各种找他陪练 他爽的一逼 昨天B运又跑过来找他陪练 让他练TVT 因为节奏不是B运分到榜去了吗 李培南很爽啊 各种说我终于得到认可了 这句话说实话 说出来也是蛮心酸的 好心酸的呀 终于有人肯找他陪练 中国星际多少年才出了一个李培南 然后现在只是沦为一个练习生而已 然后他很兴奋 对呀 以前那个IA其实 韩国也有 就是B本当时打那个节奏的时候 也会找IA练 然后西瓜也有人找他练 那个姑密火拿接受冠军的时候 也找西瓜练过 就是他们会找中国选手练 就是你有点实力 他还是会找你的 不是你们不要这么说 他现在的确已经是杀包了 对不对 但是 至少是终于成为杀包了呀 你还这么想想 有多少人连杀包都做不了 杀包还能还手呢 对呀 他不能算是杀包 他应该算是那个少林寺 那个什么 就是你要 那个 鸟哥啊 鸟哥没有人找他 鸟哥没有人找他 鸟哥找鸟哥练 他练了 越练越迷茫 我靠 都不知道自己打的对不对了 那是这样找鸟哥练练练完的 然后他就A别人 A过去发现 完全不一样 怎么会真去找鸟哥练吧 木人装说的没错 千万人 妈 不是吧 它这个不是 不是那个 它是提速狗 提速狗绕狗 绕狗吗 绕狗可能是 绕狗一波 绕狗咬基地 好像是 读吕布不探路 那真的是 我读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了 不探路 然后我绕狗咬基地嘛 对吧 不是绕狗咬基地 咬完之后直接要一波的 它不可能有运营的空间的 这个打法 那么狠啊 是不是放蟑螂潮嘛 应该不会吧 可以放蟑螂潮的 它这个打法 放蟑螂潮应该二起 对啊 狗塑绕狗 它肯定肯定绕狗 挺起的呀 包狗呀 它就抱狗压你基地 然后不运营吗 它直接应该是 直接狗过来 看路了呀 死了呀 虽然你这个狗 的确也绕得出去 因为绕得非常早 但死神不会走啊 对 但是呢 你死神可能想不到狗 输那么快是真的 它农民可以过来侦查的呀 不是 你侦查到的时候 我狗已经到你家了 你这个时候死神是不是回家了吗 然后关键你想不到我狗输那么快 他农民 看下农民上不上去 如果经验很丰富 他应该会上去看一眼 你到底什么开局 因为这个开局可能会 哎 没有上去 经验很丰富 他可能默认是那个了 他默认是蟑螂 他有可能默认是蟑螂 他默认是蟑螂 有可能 所以他直接压出去 他默认是蟑螂 哎 吕布人美了 基地退了 那么稳 没错的没错的 你看那么多狗 这你妈 这不就 这不就不战而去人之兵吗 这不用打 那么稳 吕布 这个不用打 这个 吕布人妈傻了 狗狗就爱 他本来觉得 对方不会堵口啊 基地也不会退 狗狗就爱奋力 打出了50块钱的战术 杀了对方一个农民 退了呀 这个时候 这这这这 哎呀 吓了 就绕几下就 哎 妈的还不如 狗狗狗实打运营的 他真的稳 对啊 他直接把基地推了 这个大家都没想到 不 这怎么输吗 这吕布输不了了呀 这个局面 妈 狗狗就已经亏 亏着马了 这个局面 还会输吗 没有输的可能性 说难听 这个局面 你让黄哥来 咋都输不了 不一定 啊 那还是不一定 因为我的人猪很菜 哎 这种你都觉得会输啊 因为我人猪很菜啊 你不出什么 出大河吗 还是出女儿 女儿 女儿 那就稳 稳穿马来一街 他觉得你就算你打张浪一波 我也零售 我说白了就是 我比你强 我随便怎么打都可以 对 我只要把二王开下去 对吧 然后另一波三王开起来 然后正面吹出来 你就死了 这盘也不可能输了 这盘 对 我觉得越来越绝望 女后这个是滚 滚雪球的打法了 输不了 出女儿就真的是 一点机会都不给了 出女儿开三 矿关键还是 而且他出两架女儿 就我第一家就烧小 然后你绕一圈 如果过来打一波 那我第二家就出来了 你如果没有来打我一波 那我两架女儿 待会儿 可以两架一起来 烧小女儿 但是我真的稳 全面不大了 他把军场用了掉 是因为为了要堵 这个口用BV 绕拨火车 反正也就空空图就行了 堵的不好吧 这个狗都出不去 是吧 这个建筑学 反正堵的不是很好 正常的堵口是堵的 应该在过去一格 右边一格 这样的话 你的狗可以出去 他火车进不来 对 对吧 他应该是往右边 再走一个 这种进来就六个农民 哎呦 绕一波狗 还行 没用 只是说小骚扰一下 但是自己很亏啊 应该是没了 他现在为止二本还没点 你告诉我这种局面怎么挡 他就没办法 他是强行强行 这个一攻一防狗了 吕夫现在就是 只需要是憋一波了 人口一直领先 哥哥就其实 你看他运营什么的 也不弱的 他在前期劣势的情况下 强行按了波龙没 对啊 能打成这样也不错的 他运营什么不算数 你开局 如果这么打的话 还有就好了 开局就牢牢是这么打不好吗 对啊 虽然吕布是比你强 对吧 但是 我直接建设四一格冲台 吕布是比你强 但是你看你整体运营下来的话 其实也没落后太多运 现在潜运的有点多 他应该再派一个基地 再派 再派一个基地 然后 甚至再派两个基地 我都无所谓 你把一个基地放在五矿 一个基地放在自己家里面 在这波正面来挡不住了 你独暴虫现在才刚开始造独暴虫 唇狗也不够呀 正常情况下应该 有火车霞里唇狗没有用的 对 这波火车霞里唇狗太太给力了 太给力了 你妈就是纯狗一攻一防狗包呢 有点有点猛啊 是 你妈真的就靠纯狗包这波不对吗 嘴巴他挡下来了你敢信 你不过去都被包傻了 怎么那么多火车霞哦 这个真属于有点被包傻了的感觉 哎 攻防是一样的 都一攻一防 对 好嘞啊 挡得住第一波 挡不住第二波啊 这个波 每一拳都比下一拳要重 你有毒爆 但是这不是给了 吕布一个操作的空间吗 吕布就给你换呀 到这个位置 哎 拉开 没用的 没用的 吕布对操作没问题 没了 第二波 这个前期列是太大了 你上来就好好的就好了 不要去想着什么 他比 吕布比你强很多 然后你一定要打他一波 这老师报兵包掉嘛 你刚才那波唇狗 其实包得还不错的 一比 就你这样输掉 会让选手感觉到有 有点不甘心 因为他从这场比赛打完之后 他觉得他的运营是有机会的 啊对 就追得上吕布的这个节奏的 对 他觉得他有机会的 没有必要这种 那么那么平的大招 刚才这个大招实在是太拼了 对 好好打 虽然说可能赢不了 但是呢 你至少从比赛中你得到了几高 对吧 你打一波你又打不死他 你其实你如果说你说一波 你有机会打了他 那也是好事 吗 吕布打那么稳 你告诉你怎么打得死他 他这个飞 飞基地往上飞这个太太稳 感觉要4比0的 潜水艇啊 下一张图 感谢这个兄弟的礼物啊 但是现在不能念啊 待会儿我们战队连下播完之后 我们统一念啊 大家不用着急 说的没错 黄哥会和TIME好好打吗 我会的呀 我都打基本功的 我我真觉得你们真的太太高估 李配男了 黄哥打李配男也不是说我 百分百会输好吗 不不不 我会百分百会输 你们也没有自信啊 不不不 我真打不过 真打不过 但是呢 我可以打运营 没有问题 打运营 反正他出来我也能跟他A两波 只是后面有点A不过是真的 后面是左线被弄的弄 他节奏很紧 你知道吗 就一直被他占便宜 然后就就 就就被他压死了 这个是可以的 但你说他出来第一波就把我打死了 那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啊 至少先斗上他个30回合 对不对 哼 你这又开始拱火了吗 好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把 他对盘 过过辆怎么 过辆应该 应该不太不太会放一波的 要放一波也不会放 那么着 就那么简单的一波 這是正常正常千韭引一波 前来挺这张图 为什么会选这张图呢 他要抱蟑螂吗 刚刚地图其实 相对来说比较近的 在这里面的地图里面 算比较近的地图了 这张图其实抱蟑螂的 这个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因为比较近的原因 一攻一防蟑螂其实很快 不知道为啥他要打这张图 看不太懂啊 这张图的原因 他可能有自己想法吧 因为吕布跟他打已经定型了 吕布肯定会就三开了之后 就正常的VS好了之后 肯定是引擎吕要开 对啊 不管是你蟑螂一波也好 或者你其他战术也好 反正你不打一波 我就去捎找嘛 你打一波我就刚好防住 吃死你了已经 我不认为GoGoJoy前期 用这种非常拼的一波 会取得什么效果 蟑螂一波 GoGoJoy 没办法呀 他觉得打不过 就只能全部拼这种 一波流的战术 他还真觉得打不过 才打得那么绝望的战术 对不对吗 嗯 但吕布吃你就属于吃得死死的那种打法 你没有办法 又死了 沈田的 沈田的挺张图就感觉就是要放大招 这你妈 地宝都下了 我的天哪 对啊 而且他这个建筑学你连房子都打不了 他的建筑学不是堵中间那种 你可以两边地宝护不住对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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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咋办吗 好难受啊 GoJoy 这对不过去 没没什么办法呀 现在 进来全部看到 看光了 看光了 哎呀还把你这个锁掉 来打毛啊 没了呀开局就已经没了 退了呀 四个零 哎呀 对啊 他这些所有的战术都是博命的战术 太博了 这感觉GP手都没还啊 能不能6比0就只能看李培南发挥了 其实我我是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打得那么薄的 我吕布给你打他真的是属于真的稳到家的那种打法 你该用吕布这种心理 下下他 GoJoy GoJoy其实还是能够打得来运营的 其实他他真的应该是利用吕布这种就是打你 就是稳着打这种心理 我吓一下你 然后我就开始死头对吧 对 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可能会好一点 不 你就你就用那个慢狗开的开局 让他让他防吧 让他让他防 让他首先死人不可能出来的 对啊让他防 然后你再跟他你再跟他打这种 打这种很拼的战术对吧 嗯 你就慢狗开 然后然后死人不出来就补农你 一条狗都不要出 然后开三开 三开之后 然后你就慢慢的科技 先一共一防身完之后 多点女王 然后跟他打 有机会的 真有机会的 如果他让 如果他是被一拳打死 那也没什么好说了 嗯 那反正你制定的战术就偷一枪 偷得到就偷 偷不到就算了 你还考虑会不会被一拳打死 那就是考虑的有点多了 好了 下一场就是李平南亚对阵 宝贝尔了啊 对 这场比赛 我给他命名为 时代的眼泪 时代的眼泪 又是从何说起呢 当 风贝尔最强势的时候 李平南 我相信 孩子是一个小孩子 风贝尔最强势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我想看 应该是最开始的时候吧 11年12年吧 11年12年 好像差不多吧 对吧 宝贝尔13年 13年是最强的 13年 13年 13年李平南13岁 对不对 是不是小孩子 刚刚接触心底争霸 对吧 刚摸到心底争霸的时候 所以说到一转眼时间 李平南已经20岁了 宝贝尔也已经老去了 这场比赛 李平南会 会爆打宝贝尔 而宝贝尔就成为了 时代的眼泪 说起来好彩 那时候李平南是蛮小的 好 来了 这边蓝色的人组选手 就是来自凯茨 Gaming战队的 Time李平南 就在了右上角的 两点钟的位置 下方这个红色的人组选手 就是来自于 GP战队的 宝贝尔 是出身在了 八点钟的位置 拼一枪宝贝 直接也两兵 他告诉李平南 不要看我现在老 但是姜还是老的啦 哼 里边在站住不怕野兵 不是很怕 而且李平南可能会做这个细节 他可能会去下去看也 我觉得他应该会做这个细节 他会他会他会 就细节呢是会做 但是呢 做到就看到哪个位置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未必一定能看得到 对 龙铭刚才 李平南应该感觉到 我为什么没有跟你动挡 会有种感觉 只能再做一下侦查 确认一下你到底有没有 他没做任何 他觉得你应该 应该在外面了 农民到了主要是 不不不 哎 起个宝 没问题的 他现在意识很好的 他连那边野光头 看野野光头 对 野光头都有了 对啊 都防了 你想想看吗 你只有一个位置可以跳嘛 就往这个位置直接上来 对啊 上面也可以上来 一波 哎 什么都没哑到 死了 一波什么都没哑到就没了 没办法 风波 本身这种细节 细的操作也不是他的特长 对 他不擅长 但是等火车出来就好了 这局面就稳住了 哎 跑都跑不掉 哇靠还追下来 这个真的是有差距啊 看下来 那怎么办嘛 看下来真的有差距了 这个就是现在的差距啊 GP今天真的要背6比0了 真的要背6比0 然后第二盘 李胚拿个狗逼 有可能会野兵 野兵赢对了 老子就觉得他这个狗逼 马个鸡 让你 李胚他干得出来的 他绝对干出来这种事情 根据我对李胚来了解 我觉得他第二盘野兵的概率非常高 你说的没错 我也很了解他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而且自己战队已经赢了 是的 没有任何的心理包袱 年轻人绝对不会讲武德的 那也是因为 宝贝尔先不讲武德 你先出手对吧 你先掏当的 是的 那你别怪我猴子偷逃了 本来想跟你好好打的 尊重下你是前辈 没想到上来就掏当 红本要遭重 什么你们说什么 弹幕说什么底片让一盘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会让的 我不是你们想的这样的人 话说回来这场比赛呢 的确就凯之呢 应该是完事了 应该赢 应该赢 这个实力是要强一些 差太多了 对吧 这个这个是应该赢 只是说这个过程 未免也太轻松了 来了 看一下啊 对上 没出去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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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武德年轻人 江武德了嘛 现在 长大了呢 成熟了 成熟了一些啊 长大了 但我觉得就算 如果就算成熟一点 这盘 绷布尔也会被他打得慢慢都不认识 对 他往死里打 他也是往死里打 但是至少没出掏当这种动作 对 估计里面他还是会有一个两次的开局啊 嗯 因为他并不能保证 风波尔不选择中野兵 野兵一波 反正我就老老实打呗 风波尔也应该知道礼品的 所以他上来放这种战 当然知道礼品的了 对 平时天地上他们也打过 哎 我就那么跟你说 你不管怎么说 比如说你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 你知道菲律宾有个Under 对不对 嗯 知道知道什么印度有个 迪米拉伍 嗯 对吧 嗯 知道摸麦卡越南的 嗯 这种肯定你知道的呀 哈哈哈哈 就是他们知道有个李培南也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废话 而且李培南还经过不利的抗的 这种那怎么可能不知道 而且李培南比他们强 对不对吗 哼 那不是 风波尔已经沦落到被李培南往死里打了 这个年纪太大了 可能不是应该三十三十几的 三十四有了吧 他好像八六年 这个属于高龄选手了 这种东西肯定知道的 对吧 你想想看什么乌克兰乌克兰不赖 也是蛮有名气的呀 只有只有马入最装逼的 呼一字探 然后就被打死了 你也不能怪马路 马路呢 因为是他不太出来打比赛的 他不知道也很正常 毛他被打死过的 他WESG不是三四名被干死了吗 他被打死之后再说这句话 没有啊 他被打死了 过了很久了 上次战队联赛他问的呀 问他这不知道泰姆 他说不知道 他被打死了 他都不知道 然后不是 不是转手那个 布利扎炕上面 又把他打到败者族去了吗 只是他回来败者族杀回来了 他现在应该知道了 让你不知道 你妈打死你 李平南干嘛 又又把他的雷藏进去了 我只觉得布利扎炕得真的好稳 不是 我说李平南是不是又藏了 藏了克雷的什么呀 没藏呀 诶 他今天没藏了吗 现在打他卫星哥 你妈的直接藏 你没有 你的操作不过关 我不需要做这种事情好不好 就打卫星哥的时候 就先裤裆里面揣克雷对吧 是呀 打卫星不一样吗 卫星抢呀 他里面这样你会压我呀 打布利扎 连雷都不藏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他打 不是他要往死里整的呀 他第一波 这很奔吧 这狗逼 这就往死里整的 你勤把你前辈当个人好吗 我怎么感觉 第一波奔本就要被压伤啊 我把 给前辈留一条路 那你们后辈的路在哪里 完了 要被加个位置了 我把 我把包夹 尴尬了 尴尬的一笔被坦克这样架 破农民啊 有有有 野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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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台 他在秒导弹车 没秒到 哼 让你看不起 你妈前辈 防得可以哦 就死了两个农民的代价 完美防守 怎么说呢 防得可以 防得可以 好像是不错 但总体我觉得你别难为什么打的那么有自信嘛 他觉得宝贝比他菜 你就想他打那个 Hair Marine他是不是这么打的 他连打河马都是往死里打 他为什么打宝贝不往死里打 这 这你妈 他一时都觉得河马比他菜 坦克在打那个眼屎 我靠 不啥都没有 真的啥都没有 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资格在这个地方 在那边 那边搞事 他其他被宝贝打死的 你看 你妈的 真的 打那么奔放 就乱来的 宝贝加油 妈个鸡里没来个狗逼 对啊 我也看不惯他 你妈加油盖死他 盖死 盖死你平台 对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们去那个最近在星际的那个官网也好 还是我之前的那个二维码扫进去也好 都可以 这个买战争宝箱什么的 都可以支持战斗联赛啊 当然你买其他的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你买点什么 英雄啊 买点这个战役啊 都可以啊 对 就在这个 在官网的商城里面都可以去消费一下 就是最近 没错 没错 最近这个消费的 有什么想买的 最近可以消费一下 对对对 你有什么想买战役啊 买这些东西都可以消费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支持一下战队联赛 游戏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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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问啊游戏里买我问一问 好了来了 位置站好就这个位置可以盖死里面来打飞机地 是的太嚣张了 然后投进去 哎呦 泵布尔找回了自己的当初啊 邵布尔找回了自己的当初啊 爷亲回 是的呀 好歹我当年 哎两个逼打了 逼打了呀 哎好歹也是顶级人族之一 是不是 这这招就叫爷亲回 我告诉你们 泵布尔什么也有青春的好不好 你们这回泵布尔没有青春的 真的呀 这当年也是顶级人族呀 被你被你个李胚男小儿这样欺负 哇双方已经打得你来我我 对筒了呀 可是 但我感觉对筒不是泵布尔的强项哦 这抗压能力很 对呀抗压这个 他跟年轻人比抗压 可能就差距有点大呀 这遭终了这波 怎么感觉 这感觉李胚男干回来了呀 打了打了点回来 打了点回来 但是也没全部打回来 你看各种多是多线啊 好这边跟我刚得到消息了 游戏里买的也可以啊 游戏里买的也可以 你在那个星际游戏里面去 买这段时间都可以啊 对反正就这段时间 就是战队联赛这段时间 你在游戏里面买战役啊 买什么这个 买买英雄啊 这些都都OK啊 都可以都可以支持战队联赛 哎呀 啊这蹦蹦儿 这就死了啊 就就被就 他有点 就节奏跟不上 你知不知道吗 真的是老了 我跟你说 节奏跟不上 哎呀 真的全怕哨状啊 强行 强行 对被节奏就打的就 拉节奏拉双线 直接拉死了 真的太惨了 买播报员 买播报员也可以 买播报员也可以 嗯 就你只要在星际里面买 买嘛 就是里面你只要有消费的地方 你消费了都算的 都算的 都会支持战队联赛的 这个也算是这个 这个网易暴雪真的对星际一个很大力的支持了 对这俱乐队 这宝贝忍不住了呀 最后拼一场了 忍不了了 被你妈拉惨哪 真的是 然后拉了之后 你正面就没办法推 这个这次可能宝贝最后一波了 强行给他射 没用啊 被包了个远 被包了个远 从中路突破 能不能打进来 就这样打完 打完也没用了呀 也没过了呀 就真打不过 这个就属于 李培南已经在乱A了 是不是吗 李培南打了病 各种乱A各种送 然后就强行跟你吃抗压 你吃不过他 你就死了 真的就是全怕少壮 培南小儿 真的 真的如你所说 打成了时代的眼泪 哼 我看你布布以前粉丝还是挺多的 炸弹人粉丝以前挺多的 对吧 他的打法是继续暴力美学的 哎呦 哎呦 有智力哦 蹦蹦 那问题 脱得越久 输得越惨 忍不了了呀 炸弹人 最后一波冲锋 这是他最后一波了 死亡冲锋 但是冲上就发现年轻人比他 要想的强很多 积极 二比零 惨啊 真的这个比赛就告诉 真的是告诉他他老了 这老了 多线真的跟不上 前期 有优势的情况下 就被李培南多线一拉就拉死了 六比零 今晚又打出了一个 OQ啊 爷亲姐 泪目了 已经打了 那很正常 这个老选手都都这样 对 一代人诸天皇啊 还是落幕了 波波也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选手 算的呀 拿过冠军的选手啊 这个是 对 拿过韩国冠军的选手 这个真的是一代天王 好了 下面一场就是众头戏了啊 一个 金尼尔要对 Bluestar 第一场就是 Rogue要对俊 这场比较很关